1944年的11月23日 一架BL7飞行堡垒轰炸机 紧急迫降到了位于比利市的英国空军基地里面 但是救援人员足足等了20分钟 却也不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终于基地指挥官约翰·克里斯普少校失去了耐心 他上前一番折腾之后 打开舱门只剩就爬了进去 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空空荡荡 一个人都没有的机舱 驾驶舱里面没人 领航舱里面没人 无线电舱里面也没人 所有地方都没人 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但这架约25吨的重型轰炸机 的的确确就在刚才成功地迫降到了这里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发生在二战当中 相当机枪又绝对真实的幽灵轰炸机事件 接着开头的故事讲下去 克里斯普少校刚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懵圈的 因为他在进来之前他是很确信自己一定能救出几个活人的 而且大概率还是活人更多 因为在发现这架B17快速冲向基地时 他留意到四台引擎中有三台还在正常工作 机身上没有明显的损坏 齐落架也已经放了下来 即使在重重的触地后 螺旋桨和一节机翼都已经被崩飞了出去 但机身仍然保持了完整 就连那三台原本工作正常的引擎也都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所以大家肯定还待在里面等待救援吧 然而此时他的后背开始发凉了 为什么哪哪都没有人啊 难道这架飞机上打从一开始就根本没人吗 不过他接下来发现的一系列证据 则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们来跟着他一起看看 首先他找到了12个摆放整齐 一看就知道是在为跳伞做准备的降落伞包了 他们都还保持着未被打开的状态 显然如果有人跳伞的话 那他一定什么都没有背上 接着他看到了一些吃掉一半的巧克力 拿起来一闻 嗯还相当新鲜 然后他钻进了领航舱 仔细搜索之后呢 他又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 一个是已经接掉了伪装的斯佩里头戴瞄准具 这是一台早于诺顿的瞄准具 后则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呢 有过详细的解释 很有意思 我建议你一会儿一定要去看看 由于保密程度极高啊 所以这种瞄准具呢 只会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 才会被放进飞机 而且肯定是要等到投弹之前 才会将用于伪装 以防不幸追击后 瞄准具被敌方捡走的盖子给揭开的 所以一旦揭开 说明机组已经做好了要投弹的准备了 另一个就是啊 放在旁边领航员工作台上的代码本了 首先 它被人用笔在当天的日期和任务代码旁 做了记号 其次呢 在空白页的最后一行 显然是有人在慌张中写下了一句 Bad Flag 猛烈的高射炮击 所以啊 综合起来 这些证据就还原出了这样一个模糊的事实 在这家B17上呢 是有机组成员的 他们当时正在执行轰炸任务 但是却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 在炮击之下 大飞机应该是发生了某些致命的故障 导致机组成员才不得不选择契机跳伞逃生 但这样的解释 就连克里斯普损笑自己 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啊 因为矛盾相当明显嘛 在迫降前 他所观察到的标期呢 并没有什么损坏 显然是不符合契机条件的 而另一个是 如果要契机 你们至少也应该要背上降落伞呀 怎么可能就这么直接跳出去呢 太不符合逻辑了嘛 所以这件事上报之后呢 引起了从上到下各个方面的关注 军方开始派出专门的调查小组 前往比利时了解真相 幽灵堡垒这个称呼呢 开始出现在各个头版头条 人们更喜欢谈论它背后的神秘力量 没办法嘛 它确实是太神秘了 就连调查一开始 也还在为这样的神秘做贡献呢 他们发现啊 这架标期居然没有名字 哎 按照传统呢 每一架标期都应该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名字的 哎 或者叫做昵称 比如很有名的孟非斯女郎 地狱厨房 皇家童花顺等等等等 然后呢 会在飞机头部给他们绘上一个大大的图案 而这架飞机啊 却什么都没有 调查人员只能找到一串生产序号 哎 奇怪吧 但好在啊 在这串代码的帮助下呢 调查人员终于找到了这架标期所属的部队了 第91轰炸机大队 第324轰炸机中队 由哈罗德德伯尔特中尉指挥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 德伯尔特中尉还活着吗 哎 他不仅活着啊 他还带领着全部8名下属好好的活着呢 在成功的挑战之后呢 他们落在了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座公园里面 经过一位当地大爷的帮助 在一座废弃的校舍里面 躲了几天之后呢 被英军给营救回去了 好了 看样子 调查人员所期待的真相 似乎终于有了着落了 那么 我们就来看看德伯尔特中尉的证词吧 当天上午啊 他们受命参加一次 针对德国梅尔赛堡炼油厂的轰炸任务 哎 梅尔赛堡呢 是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 被看成是当时德国仅存的获胜希望 所以被重兵把守 防空火炮多达400余门 比首都柏林还要多出一倍 堪称盟军飞行员的梦魇之地啊 而不同于英军啊 美军还尤其喜欢在白天发动轰炸 虽然良好的视野有助于自己的准确头弹 但同时也让敌人的炮火 更容易找到空中的目标了 哎 估计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标七惊打 所以不太怕吧 德伯尔特中尉指挥的 就是这样一架结实的标七了 他在几天前呢 才从第401战斗中队调过来 所以这架标七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也是显得不那么奇怪了啊 在跟着大部队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们已经接近了目的地 并开始往8500米的头弹高度爬升了 但就在此刻 德伯尔特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飞机不那么给力了 其中一台引擎似乎出现了某种故障 让他不得不脱离编队 自行寻找解决方案 你想啊 这个时候位于敌方阵地上空 落单低飞 不明显就成了活靶子吗 于是高射炮火迅速袭来 其中一发直接就打进了弹药舱 但是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命好 炮弹却并没有爆炸 只是将投弹机构给损坏了 德伯尔特中尉查了一把冷汗 又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处境 外面高射炮火继续在旁边不断的炸开 鬼知道下一枚会不会就直接冲进驾驶舱 里面受损的投弹舱正冒出滚滚浓烟 很快就将飞机整个笼罩住了 机械故障也让炸弹无法释放了 还有起初原因不明 停掉的那台引擎已经彻底完蛋了 只剩下三台似乎还在继续卖力的工作 于是他当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任务取消返回基地 开始转身朝英国飞了回去 但是飞机的动力还在持续损失 又有一台引擎开始冒烟了 它们的高度也在不断下降 德伯尔特中尉就下令将机舱内 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抛弃 希望能够挣扎着飞过海峡 不过让它失望了 第二台引擎很快变成冒烟变到起火 最后停机了 它们显然是不能再继续往前飞了 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气机跳伞了 按照德伯尔特的说法 它先是让机组成员一个个跳出 最后才在将飞机设定到 自动驾驶模式后跳出去的 它当时绝对是想不到 只是为了让自己跳出去的自动驾驶模式 居然连飞机本身都给救了下来了 是的 这架BL7在经过维修之后 竟然又上了战场 而德伯尔特和它的八名战友 也继续战斗到了战争结束 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围绕着它的谜团 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来总结一下 来自地面的克里斯普少校的说法 和来自空中德伯尔特中尉的说法 是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的 第一个是 空中的声称他们曾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 但地面的却说他们看到的飞机完好无损 所有后来的损伤其实都来自于破降式的冲击 所以遭受猛烈炮击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第二 到底坏了几台引擎 空中的声称坏了两台 地面的折称至少还有三台在正常工作 甚至连破降停下来之后 那三台引擎都还没有跟着停下来呢 第三空中的说 他们背着降落山跳了下去 所以获救了 而地面上看到的却是12个完整没有打开的降落山 还在飞机上 第四自动驾驶没错 但是自动降落这种事可从来没有发生过 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整件事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难道真的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纵了吗 官方可不太喜欢这种态度 他们更愿意用惊人的巧合和极端的运气来对这件事做出总结 并也成功的为以上四个矛盾的说法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我们来听听 第一比利是基地的人员 由于缺乏对BL7的了解 所以很有可能把一开始它的战损误认为是它在破降后的摔损 第二在机组契机之后 那台一开始莫名其妙停掉的引擎又莫名其妙的恢复了 第三既可以是这架BL7多带了很多的备用降落伞包 也可能是克里斯普少校看到的只是空了的降落伞外包装 它并没有打开敞看里面 第四 BL7飞行堡垒是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的四发重型轰炸机 本身就以坚固而组成 经常都会发生在严重受损后还能安全降落的情况 所以这次无人降落虽然不可思议 但是发生在BL7身上还是能够理解的 怎么样你觉得这几个解释能抹去你心中的疑云吗 好吧不管能不能 它都是二战当中发生过的最神秘的事件之一了 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 我是魂简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